最近呢不少小老弟给我发消息 说想听这个Mate60 Pro里头这个麒麟芯片 但是呢我跟你们说还没到讲这个的时候 为什么呢 你们瞅瞅这个极客玩和先看评测 我只能说呢还得再等等 不过同样还是国产化这方面呢 其实也有一个值得闹的话题 就是固态硬盘 这个呢我觉得也挺震撼的 尤其如果你最近没关注电脑配件圈的话 去年呢大暖男coco帮我装上台电脑 我们还录了个视频 然后呢我就把之前老电脑给小白了 小白嘛也不是啥外人 所以呢数据啥的我就都没删 然后两周之前呢他就跟我说硬盘满了 他又加了块NVMe固态 两个T600块钱 我说多大 他说两个T 我说多少 他说600 我一听就乐了 我说傻小伙子赶紧报警吧 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 结果我发现实际上傻的是我 这一年多呢电脑配件我是一点都没看 因为我觉得人家coco装机呢装的挺认真的 我在三星RE就不是很忠贞 现在呢我还能把订单给翻出来 那个视频呢是22年6月 当时我买了一块三星的980pro 两个T 2400块钱 可今天一模一样的型号规格 如假包含就是979 看得我心里嘶一下子 差点就走了 然后冷静下来之后呢 我就查了一下 非常有意思 关于固态硬盘降价这个问题 中文圈和英文圈 给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英文圈子讲的呢 都是产业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就是疫情期间 厂商都开足了马力产硬盘 结果疫情结束之后呢 电子产品需求一下掉下来了 硬盘价格就砸下来了 然后中文圈这边的讲法就很不一样 落脚点就是在国产崛起上 而且所有报道呢 都一定会提到一个名字 就是茶家村住 然后内容呢也都是在一片营生当中 讲国产硬盘是怎么把全球价格打下来的 区别无非就是小营中营和大营 那两边讲法的这个区别呢 就让我很好奇啊 我查了几天 我的结论就是呢 两边讲的都不太完整 但综合到一块就比较接近故事的全貌了 首先英文报道里 供需不平衡这个观点呢 大体上是没问题的 但也明显缺了那么一小块 如果固态硬盘的价格波动 是疫情前后的需求变化导致的 那受影响的不应该光硬盘一个呀 对不对 电脑配件里还有处理器显卡 这些呢都没出现这种价格夭斩还带鬼玩的情况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例子 就是机械硬盘 如果说处理器显卡这些呢 还能解释是领域不同 需求变化相对独立 那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相关性 总该是比较大的吧 都是用来存数据的 它俩的需求变化应该是差不多的 可同样是疫情期间 刚好呢我21年初还买过两块机械硬盘 到现在呢可以看到价格是降了 但是降的并不多 这和固态的情况就不一样 反倒呢是和显卡处理器 包括手机啊电脑啊 这些电子设备的趋势都是一致的 都是降了 但是不多 所以你说市场整体需求下来了 价格也跟着下来了 这是有道理的 但那肯定是没办法完全解释固态硬盘 现在价格直接夭炸的这么个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呢 中文互联网就给了另一个线索 就是说国产起来了 特别是像长江存储这样的企业 在3D堆叠NAND FLASH上 率先取得了技术突破 达到了全球顶级水平 NAND FLASH是一种非意识性存储器 一句话解释呢 就是断电了之后数据还在 比如说你电脑关了一晚上 第二天打开 文件呢也都是还能从硬盘上读出来 说白了NVME固态上最显眼的那几块存储颗粒 就是这个NAND FLASH 那3D堆叠又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让NAND FLASH的存储介质 在纵向上一层一层落下来 这样做的好处呢挺多的 从硬盘的角度来说 落下来呢自然存储密度就变大了 一块颗粒原来可能100G 现在变200G了 而且读写速度能效也都有提升 除此之外呢从生产的角度来说 生产效率和成本效益也都变高了 原来200G你要做两块颗粒 现在呢一块就行了 所以从2012年三星做出来之后呢 东芝海力士美光这些叫得上号的存储厂商 就陆陆续续都来卷这个东西 然后就挺意外的 杀出一个愣头青 20年8月 Reuters介绍了长江存储的第四代3D堆叠存储芯 X39070 说是堆到了232层 在这个之前呢 能堆到这个水平的只有存储巨头美光 而美光呢也只领先了一个月 不过美光呢是真的把东西生产出来了 长江存储这个X39070发布完 能不能造出来 Reuters当时在文章里头呢 是打了个问号的 可是这个问号很快就变成句号了 四个月之后 82年12月 一家叫Tech Insights的机构 买了一块海康的硬盘 这个加拿大研究机构呢 最近应该不少朋友都听说了 前几天呢 就是他们拆的Mate60 Pro Tech Insights把硬盘拆完之后呢 就正式确认了里面用的长江存储的芯片 真的堆到了232层 然后我查到的中文资料呢 就纷纷抓着这个高潮开始沸腾 讲这个国产品牌崛起 全国人民喜应低价硬盘的故事 首先我得说这个故事的主线 还是惊得起推敲的 我从英文资料里翻出来了三篇报道 来交叉验证这个叙事逻辑 两证一反 两证呢 来自Digi Times和Bloomberg 早在21年8月 Digi Times呢 就讲了长江存储量产3D对叠存储芯片的事 那时候呢 还是128层 虽然128和232还有一些差距 但这个呢 已经证明了长江存储 批量生产存储芯片的能力 不过造是能造了 可质量怎么样呢 在这个问题的确认上 就更是来了位重量级 苹果 之前我讲苹果Max Studio的时候呢 被逼人们冲锋了一波 现在呢 讲到苹果说实话有点害怕 但我觉得呢 这么讲啊 应该所有人都能接受 就是在供应链这方面呢 苹果是真不养先人 苹果产业链上的东西呢 一般都是贵 但质量至少都还是可以的 那么22年3月的时候呢 Bloomberg就讲说 苹果已经看上长江存储了 在考虑给一部分iPhone14上 上他家的存储颗粒 后来再综合 你可以As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还有Reuters的文章 这事呢 9月份的时候 就基本上成了 甚至苹果计划40%的手机 都要用长江存储的颗粒 再结合前面Bloomberg的文章呢 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就是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 能量产 而且质量也是不错的 那这种情况 会不会把压力给到三星 美光这种国际大厂呢 肯定是会的 值多少的问题 不过从时间线上看呢 这就已经走到前面 咱们说的那个技术突破上了 就是前面说8月的时候呢 长江存储那个 232层的3D对叠芯片搞出来了 纯从产品角度来说 这肯定是个好事啊 就你要是苹果的话 那你肯定更愿意用这家的东西了 因为它技术好啊 但问题是这时候就有比苹果更厉害的人不乐意了 然后10月的时候呢 苹果这个合作就在外部压力下告吹了 然后就是前面说12月Tech Insights的拆解呢 确认了232层的3D存储颗粒 真的让长江存储做出来了 紧接着非常快 不到两周 12月15号 长江存储就上了美国商务部的entity list 紧接着更快 真的很快啊 不到一周 12月20号 DigiTimes就写了一篇文章 三星正式宣布3D存储颗粒 全线涨价10% 就快到你都没法否认这里头的因果关系 这第三篇文章呢 就非常有力的从反面证明了 之前长江存储的128层存储颗粒 是真的把压力给到了海外厂商 而且很大 大到终于消除了这个威胁能涨价的时候 连装都不想装 所以中文圈这个沸腾故事的底层逻辑呢 是有事实根据的 但是呢 这个故事也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高潮部分呢 反而对应的是现实里头 比较惨淡的一段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误导 故事里 232层3D对叠技术的首次突破呢 是国产厂商崛起 大家伙享受低价固态硬盘的开始 但事实上呢 这两件事儿 压根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现实里呢 X39070这个里程碑之作 在技术成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头 都没有成功走量生产 这个Entity List不是开玩笑的 长江存储 连可以生产128层3D存储颗粒的设备都不能再用了 更别说232层 注意这儿这个不能再用包含了一个非常不公正的逻辑 就好比说你从我这儿买了一台二手电脑 电脑上呢 我之前设了密码 然后钱你给我了 电脑呢 我也给你了 但是我可能回想起咱俩交易沟通的过程有点不痛快 然后呢 我就不想卖你了 这时候公正合理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我把钱退给你 你把电脑还给我 对吧 稍微有点道德良知的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干 但是长江存储遭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密码 我不给你 钱呢 我也不给你退 最后就是你掏钱买了坨废铁回去 这时候你要是把这事发到网上 写个帖子 我与林毅的不愉快交易经历 那我这时候肯定就不用要了 对吧 全网冲锋身败名利了 因为但凡是个正常网友 都会觉得林毅这人人品有问题 所以在今年六月底的中国国际半导体展上 长江存储的董事长陈南祥也在讲话里 质问了一波西方一直自诩的诚信和公平原则 但是现实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时英文圈对长江存储的看法普遍消极 也不应该说是消极 他们的看法就是完蛋了 已经结束了 12月16号 有个叫Trendforce的研究机构发了篇文章 认为长江存储几年内都没法再生产出 有市场竞争力的3D存储颗粒了 预估这家公司在2024年就得退出3D堆叠存储市场 我觉得基于当时的条件呢 这个预测其实并不过分 虽然在赢这个叙事版本里 这段时间呢 长江存储是脚踢三星 拳打海离市 但事实是从22年底到今年年初 这家公司呢 确实是遇到了很多卡 去年8月 长江存储宣布 232层3D堆叠技术之后呢 10月就进了美国商务部的 Unverified List 我称之为莫须有清单 除了和苹果的合作没戏了以外呢 公司临美籍和持有绿卡的高管和科学家 也不得不离开 后来12月进了Entity List之后呢 影响就更大了 232层的X39070虽然已经成功生产了出来 但大规模量产 至少在当时看已经没有可能了 而且不只是这种最新技术 已经在量产的一些成熟技术 生产上呢也受到了影响 今天2月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就有篇文章 说长江存储砍了不少 原本用于扩张的设备订单 不过同样是在这个比较惨淡的时期呢 长江存储 包括连带着整个上下游产业链 也下了很大功夫来协调和恢复生产 关于国内产业这个阶段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目前我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公开资料 只有一些隐晦的项目代码和投融资情况 指个路的话呢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三月初和四月底的文章 四月底这篇倒是给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就是X39070终于冲出江湖 但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存货 然后今年8月呢 Digi Times提到多家国产固代硬盘厂商的产品上 都出现了232层3D对叠的X39070 我自己在网上搜了一下 从今年5月开始呢 X39070这个颗粒 的确开始频繁出现在第三方的固态硬盘品牌上 目前我结合网上资料能基本确认使用了这种新颗粒的呢 包括爱国者P7000Z 达默水平座 七彩虹CN700 Pro 藤颖TP4000 Pro 金百达KP260 Plus 而且呢还不只是这些 这些呢只是我手动和网友测评初步核对过的 这些国产型号的销量呢 有几个在电商平台上非常靠前 就这个规模 我猜测呢应该已经不是存货了 然后这批X39070的马甲呢 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共同特点 就是便宜 2TB五六百块钱 4TB一千一一千二 相比于价格已经腰斩了的海外大厂产品 同级别同品质 价格还要再低个快一半 不过这背后的原因呢也挺无奈的 按Digi Times的说法呢 因为长江存储上了Entity List 所以这些产品呢很难出口到海外 在国内扎堆之后 就自然砸出来了一个价格黑洞 就目前国内市场上国产固态这个价格 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但是国内市场又特别大 国际巨头呢也不能放弃这个市场 所以就连带着也得在国内市场降价 这样其他地区的价格也得跟着统一 所以说最后整个市场的价格呢 就都下来了 归根结底就还是因为国内存储供应链 扛住了压力 出人意料的在拿不到国外生产设备的情况下 把存储颗粒又给端了出来 前面三星涨完价赚到的钱 到时候还没股热乎呢 就又给砸下去了 所以这才是今天低价固态硬盘的一个全貌 虽然没有赢那套叙事模式 简单直接三秒直接沸腾 但吸引下来呢 这个完整故事里头 国内产业链的努力其实也挺让人感慨 实际上这个呢 依然不是故事的全貌 这种深入底层 从零开始的国产化转型 正在悄无声息 但是呢 有气势磅礴的发生在许多领域 未来呢 还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 今天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 我是林一 咱们就下个视频见吧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我对我唯一眼 在这些优机 里面共怎么词 我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